家具全遭黄土覆盖 连外的通道也是泥泞难行 这里是马来西亚吉达州华林县 不久前遭洪水清洗 志工动员协助居民恢复家园 水灾一来的时候 灾民他们的那些家庭用具 都被冲到那个水溝里面 然后阻塞 所以我们志工就来帮他们来清理 这里是最初的监装 最初的监装 这一天不离来到这里 我们还在这里 我们还在这里 家庭里是空的 什么都没有 桌子,电视,电视 真的没有什么能够摸 全部都没有 我们看在上面 好 当时拆开 拆开 你们都没有出现 从来到现在 没有水灾 再后的清洁工作 全都是流汗的体力活 志工即使全身沾满污泥 也没含泪 虽然很累 可是很开心 因为能够帮忙 他们清理这些地方 没有的话 相信他们会清理很久 所以今天有时间 就过来帮忙这样子 我觉得也很感恩 自己有那个力量 来帮忙他们这样子 多个人就多一双手 家园恢复也就多一份力量 在民心中沉重的压力 也就减少一分 待新闻真善美志工 马来西亚综合报道